打破玻璃 理論上要修嘛 要錢嘛 40萬 因为那一天他们进去之后 打破玻璃 把桌椅推倒 还拿去挡门 黄姐进去之后 坐在那边不知道要干嘛 坐了两三个小时 还要被叶元智抹黑 说他跟中嘉宾 不知道在茶水间 这个被他们引射啦 当时国民党一群人进去 把那个桌椅推翻 麦克风拔掉 堆在那个门口 因为立法院很多门嘛 东南西北初孤就四个 大大小小 还有一些什么小房间之类的 那一次破坏的东西40万 红地毯 还记不记得美租抗疫的时候 租内障丢地上 清洁费用 数十万 一毛都没有还 一毛都没有 那破坏很多 很多公务 我当时离职的时候 国民党做了一个新闻 因为我们的薪水是先发 我做到10月28号 就要我还三天的薪水 我走过去开一个记者会 说好我还 这三天我还你 我还立法院 国民党到今天一块钱都没有还 还记不记得之前有一个双重国际案 也是国民党的立委 做到一半不知道干嘛 不见了 钱已经命完了 他没有还 也没有追悔 我当时啊 我开一个记者会说 我还你三天薪水 国民党把欠全国人民 立法院全国的嘛 把全国 欠全国人民拿出来还 离开的时候 遇到一个国民党的老立委 他跟我讲说啊 我们之前那国民党的立委离开的时候 都没有还 你好笨 我心里想怎么会有这种价值观 你欠人的就是要还啊 你怎么可以把立法院当你家 立法院是你上班的地方 是你兢兢业业的地方 是你言行要对全国人民负责的地方 陈玉珍不会啊 陈玉珍觉得那里是休闲会馆啊 那是娱乐场所 所以他放放SPA 找找按摩师 然后去到这个开会的时候 抓抓黄姐 抓抓无配衣 找找乐子 所以大家对那个地方定义不一样嘛 有的人进来把政治生命堵在里面 动作叫叫嘛 有的人进来寻找乐子 所以你才会听到他还需要水疗嘛 还有那个陈玉珍为什么讲水疗 对他有杀伤力 他曾经洗头发洗到一半跑去开会 整个头淹漏漏又在地水嘛 这个都是历史看得到的嘛 所以虽然立法院啊 有很多的功能 他也影响全国百工百业立法的标准 我要提醒大家傅昆琦 在这一次啊宣誓一件事情 前几天上节目的时候他讲 在立法院这个地方 除了男人怀孕生小孩 其他什么事情都可以做 意思就是这一届的国民党 将会没有下线的挑战人民的底线 所以我们在意啊 我们有道德良人在意 青岛恶管是骨鸡啊 我们在意你要做18要有防水设施啊 要有一定的破坏结构啊 才能够做好 至少是定高吧 陈玉珍不在意啊 因为这一次副总招已经下了令 我们没有下线了嘛 打架的时候我就很好奇一件事情 陈玉珍去抓黄杰无佩义的手 绕过完美会 完美会明明站在前面 他们应该对抗 绕过去抓流量需求嘛 那第二个理论上这样子手握着 呃 委员手握一下 我不会用手上 你这样手上了 两个人手上了 你论上不会手上嘛 结果我会看黄杰到无佩义的手 有一天一天啊 他们都用签的嘛 用签的嘛 这一段是立法委员嘛 如果要这样的话 他都选对当的 还是选社会的 去做立委就好了 不然又接受烟的 我们来台湾也很多选手 这一些人因为自己 这个就是立法院是一个班 成绩不好的人 有认真读书的人 成绩不好再说 把认真读书的人脱下水 然后告诉大家 我们这个班是个放牛班 我们立法院是个烂机构 就是这些人搞出来的 我们这些 不要说很会读书 但至少很用功读书 然后想要维护大家的声誉 然后想要让大家觉得说 立法委员是认真上班工作的 有一个中介组织叫公督蒙 说如果你有上班 如果你有咨询 如果你有提案 我们会跟你说 你是优良的立委 国民党怎么回应这个联盟吗 我在的时候五个党 有四个党参加公督蒙的评比 国民党说我不参加 国民党说这个是绿都嘛 不参加 意思就什么 你们不要打扰 大家都不要打扰了 只要这个班 不要以成熟为標準 这样我们就是大部的赢了 我们就是老大赢了 我们就是绍皮的赢了 我们就是肥子的赢了 来说高约了 他们现在就是在干这种事情 所有国民党的都是共犯 立委的数值一介不如一介 今天去動罷免門檻的人 就是怕死怕輸 怕沒有立委黨 昨天的衝突就是 國民黨意圖製造這個氣氛 讓人家覺得民進黨只是在搞破壞 但實際上是民進黨去占領主席台 是為了讓社會多一天 甚至多兩天的時間 讓大家討論修選罷法門檻 增加連署難度到底有沒有道理 他們一做這個動作 昨天有兩個人 一個叫陳柏惟本人 一個叫黃偉翰發言 說陳柏惟的罷免是 這個陳柏惟罷免 你們就說是民主的勝利 現在就自己要動連署門檻 這就是怕死怕輸 怕沒有立委當的民意代表